你一直说李燕是上天给你的最好的礼物 那反过来呢 你会为他做些什么 我 我想在 在他出生的时候 其实给我们还是带来了一个 一个无常吧 大概这样煎熬了几个月以后 我就 在我的那个日记上写了一句话 我说上帝给了你这伤痕 我要让这伤痕成为你的荣耀 那个时候我就决定要成立 燕燕天使基金会 我们希望能够让他长大以后 成为一个 更自信的孩子 出于更多的一种关爱 所以在他的教育上 确实投入了更多的时间 比如说 我们做 一年的二十四节气 我们选择了在十三陵水库 那个水边上的一个固定的地点 每一个节气会在那待一整天 去做科学观测 坚持了七年 一年二十四次 风雨无阻 一百六十多天 我们都是在那个水库的边上坐 你是始终陪在他身边的 陪的最多的是我母亲 大概百分之百 第二多的是她的是烟的母亲 大概百分之九十 第三是我 因为我会出差 我应该有百分之八十 这个很有意思 有意思 像是一个家庭的集体活动 离视频客户端 全新上线